嗨,大家好,我是好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进步审数,去年看他是这一个样 今年就当上了小老板,明年就成为了一家公司的CEO 而有些人总是不变,远地踏步 以前大学看他是屌丝一个,现在工作了看他还是屌丝一个 明年看他依然还是屌丝一个,远地踏步 唯一改变的就是多了一个老字,变成了老屌丝 而你呢,是变成了一个老屌丝,还是一个老鲜肉呢? 在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在自我成长 这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 15个无价的成长法则 The 15th Invaluable Loss of Growth 但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这里有一个好康包裹等着你来签收哦 这边我给大家争取了伊马来亚平台的60天免费试听的VIP福利 只要你点击影片下方简介中的链接,并开启免费餐厅 再输入好业粉丝专属的兑换码Betterleaf60 就可以在60天内免费餐厅好业的所有影片音频 其中还包括好业价值47美元的21堂课 迈向积极人生和财商说书客的课程音频 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 那如果你觉得只听好业的20分钟讲书不过瘾 想要听完整版书籍 那喜马来亚也引进了全球畅销书的完整有生书版本 让大家快速又方便的阅读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书籍 比如《月签》、《小岛经济学》和《六顶思考帽》 都可以利用这一个粉丝福利码在喜马来亚中免费收听哦 无论你是想要投资赚钱、教育孩子、了解历史、疗愈内在的创伤 提升沟通能力、充实职场技能等等 都可以在我喜马来亚VIP找到相关的有生书 如此丰富的教学内容 一个月只需要210新台币而已 而你现在可以享用60天的免费私听版本来提升自己 反正是免费的 60天内不喜欢的话再取消就可以了 但还会相信 喜马来亚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指回票价的 现在只要到影片的资讯栏 点击兑换60天免费试用的链接 接着马上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好的,领取了奖励之后 我们马上回到来这一本 15个无价的成长法则的说书分享吧 本书作者约翰·麦克斯韦 是全球杰出的领导力专家、思想家 以及具有活力的演讲者 并且拥有50本的畅销著作 这部影片还会将会和大家分享 书里面其中5个 我个人认为对于大家最有帮助的成长法则 第一,自我认知法则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我认知 有行动却没有目标的人 最终只会瞎忙一场 获得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 而有目标却没有行动的人 生活充满了自责和愧疚 常常沉迷于不良嗜好来逃避现实 但如果目标搭配上行动的话 我们每一天都会过得充实并且具有意义 那假如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的话 可以找一个独处的时间 为问自己以下这5个问题 一,你生命中的热忱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热忱都各不相同 有些的人可能是喜欢分享知识 把最美的画面给拍摄下来 透过画来表达自我 又或者是让别人品尝美味的蛋糕等等 如果你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到的话 不妨问一问自己 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 又或者有什么事情是你在做的时候 会感到轻松专注并且热在其中的呢 把你的热忱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就算超过了一个也没有关系 二,趋势你完成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是因为很有意义或者充满使命感吗 还是想要让你的父母过上更优质的生活 还是纯粹的只是喜欢分享好东西给其他人而已 找出属于你的动机 在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也就不会轻易的退缩了 第三道问题 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有什么优点是有帮助在你的成长的 又有什么缺点是在妨碍你的前进 真是你的不足并设法去改善它 第四道问题 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才能获得成功呢 比如说如果想要往自媒体的方向发展的话 需要有文案、图片设计、拍摄等等的能力 当然你也可以寻找和别人合作 或者外包你不擅长的技能给其他人 另外在这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 想要学习什么技能 其实上网搜索又或者是逛逛书局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了 第五道问题 你可以向谁学习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面 有谁是已经成功的了 他的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值得你学习的 如果有机会向他请教的话 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机会见到他 那也可以参考他的作品 从中获得启发和灵感 但请不要抄袭 以上的五道问题 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来自我认知的 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找一个时间 来好好的做一下这个练习 第二 静止法则 在静止面前 你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自信的 还是一个一五四处的自己 只有当我们看到自身的价值的时候 才会对生活充满热情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那可能连踏出第一步都无法做到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自我肯定的练习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几个方法 一 自我激励 当你做出一些小成绩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自我奖赏 庆祝一下 二 和昨天的自己做比较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要确保今天的你 比起昨天更进步就足够了 三 听此自我否定 每当内心又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 就马上改成自我肯定的话语 比如 我真的做到吗 改成 我办得到的 我什么都学不好 改成 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多了 等等的转变词 四 做义工 帮助别人可以提高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所以我们可以定期的安排 到老人院 孤儿院 或是流浪狗中心去帮帮忙 或许在那里也可以找到你的热忱也说不定 五 把你的优点或者擅长的事情给立出来 然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就大声的把它给念出来 以上的五个方法都可以帮助你提高自我价值感 从而让你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第三 权衡法则 经典动漫神作 刚之念经术师 采用了一个叫做 等价交换的设定 意思就是 为了获得某种东西 就需要以同等的价值来做交换 在现实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的资源 像是金钱 精力和时间 都是有限的 所以平日就要做出取始的决定 比如说 午餐你要吃麦当劳的话 当下就等于放弃了吃肯德基 和必胜客人等的选择 周末你选择和女朋友出门逛街 就牺牺牲了陪伴家人和好友的时间 那么想要在未来的生活过得比现在更好的话 你又愿意付出什么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机会成本总是无处不在 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三个参考原则 一 放下当下的收入 以换取未来更高的回报 你去专注在短期的利益上 还不如把目标放得更长远 你的回报或许将会更高 举个例子来说 在大学时期 好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女性朋友 是念会计的 当时的他有兼职在做愉悦模特儿 这份工作的收入相当的不错 在短期的时间内 的确能够赚到快钱 可是当时的他 才着重于这个短期的利益上了 经常敲课做兼职 而是学业成绩不停的下跌 挂了很多的科目 最后被停学了 现在的他没有了大学文凭 也没有掌握一项拿得出手的技能 虽然他还是能够继续 从事这一份模特工作 但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 而且后面还出现了许多 年轻漂亮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份工作 他究竟是不能做得长久的 这个例子提醒了我们 有时候难免要放弃短期的利益 才能够保证更长远的未来 二 把娱乐的时间用来增进自己 比如花少一点的时间在打手游上 而是多看一点解决问题型的书籍 三 利他多于利己 以他人的出发点来作为考量 比如在工作上想要脱颖而出的话 就常常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思考 怎样做才是对公司最有价值的 而不是只在乎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要应用全能法则的话 就先立出来 以后你想要得到或者拥有什么 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东西 也可以是拥有一项新技能 又或者是新习惯 接着问一问自己 目前有什么样的行为 是你愿意牺牲又或者是减少掉的 可以是追剧 每天盯着股市看 充值手游 高涨消费等等的 这些行为都是在消耗你宝贵的时间 金钱和精力 透支你的未来的 总之有舍才有得 现在就做出你的选择吧 第四 橡皮筋法则 我们可以透过定期的锻炼身体 来提高力量和灵活性 同样的 新智也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就好像是橡皮筋一样 拉扯和伸展 不断的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起好业的偶像 埃隆马斯克了 因为他就算在转卖了PayPal 给了eBay的这一笔交易当中 获得了1.65亿美元的财富 但他依然没有选择退休和享受人生 而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成立了Tesla和SpecX这一些公司 就是为了完成 而是想要拯救人类危机的梦想 在他2021年1月份的时候 总资产更是超越了贝索斯 成为了世界首富 所以人不逼一下自己 是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是有多大的 假如你想要掌握英语绘画 只是单靠背单词 或者是观看英语视频 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有点不舒服 主动参加类似Tosmaster的英语社团 顺便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来互相监督和练习 当然的一些单身的朋友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怎么敢去和异性搭讪 只能躲在交友软件的背后来互相认识 虽然这样做是比较舒服 也不可怕 但如果和网友聊得来的话 在网聊 最终还是要出来还的 所以平时在点餐 又或者是购物的时候 都和服务员和收银员显化家常 在电梯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和他们聊聊天 训练自己的胆子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和陌生人搭讪 就会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了 心里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下一次就可以进一步的挑战自己 和感兴趣的异性交换电话号码 或者是社交账号 最后才把他们给约出来 只有经历过不舒服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 最大的危险不是失败 而是你过得太安逸了 你是如何看待失败的呢 是把失败解释成自己做什么都没用 还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熬夜在之前的《寻找复原力》的说书影片当中 就有说到一个提高复原力的方法 也就是改变我们对于失败的看法 失败并不是说我们不够好 又或者是结果不够好 而是我们必须还要继续尝试 就好像飞机在飞行中一样 总是会遇到气流和偏离航道 身为飞行员的你就要随时的监控 一旦发现偏离的航道 就要马上做出调整 最终才能抵达目的地 把失败当成是一种挑战和学习的机会 你将会放下许多的包袱 感到更洒脱自在 那么基本上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容易的放弃 而是会变得越战越勇 你的收获肯定会比起那些 只尝试一次就侥幸成功的人来得更多 最后还能把这些经验总结成你的自传 启发别人造福人群 那你所有的奋斗都会是充满意义的 总结来说 我认为自我成长是每一个人终究都要探索的生命课题 也就是为什么好业在YouTube的频道上 一直以来都给大家提供更多实用的知识 工具和冷技巧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的征服自己心中的那座山 从山顶上要望那迷人的风景 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成长思维行动营 让我们帮助你更好的自我成长 务变成为一个高效积极的自己 无论是在财富、工作还是生活上 有效地为你的人生带来实质上的转变 赶快点击下方链接加入吧 我们在课堂里面见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15个无价的成长法则 书里面的其中5个成长法则 第一,自我认知法则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才能有所行动 第二,禁止法则 相信并且认同自己的内在价值 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从来就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第三,权衡法则 有舍才有的 当下的努力是为了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你又愿意舍去什么 来换取未来的梦想呢? 第四,橡皮筋法则 成长的过程中都是不舒服的 就好像胡结破茧的过程一样 都要经历一番的挣扎 第五,痛苦法则 改变对失败的看法 把它当成是一种学习和自我成长的机会 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那如果不想点到小铃铛的话 就更好了 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 在每逢周三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躺在你面前的机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